大家好 我是Joseph 今天我們來到溫哥華西區 著名的媽寶街 就是我們俗稱的Marple社區 那在Marple社區裡面 500萬的頂級豪宅 到底有什麼特別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裡面有什麼樣的大寶藏呢 快點來 我們看一看 歡迎來到705C60街 那我們剛剛講的 在Marple區500萬的頂級豪宅 它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我們看它的客廳 其實它的客廳就非常的特別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它的客廳非常的坐北朝南 就是我們現在看的是正南方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陽光直接照射進來 所以你看現在陽光大到 我都看不到鏡頭 而且呢 因為它是在角落 所以有1 2 3 三個方向採光光打進來 那它的客廳呢 還有很多很細節的地方 做得非常的棒 包括說它的牆壁上的 這個日本的進口的精品牆紙啊 它天花板全部都是LED燈 跟內建的喇叭呀 還有這邊全部都是非常漂亮 很高級的石木的橡木地板 所以我們光是看客廳這個地方 其實就有很多爆點 可是如果你到現在就已經impress的話 等一下地下室會嚇你大跳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接下來我們來到這個房子的 辦公室 這一位是我的助理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辦公室有什麼特別 每個房子一定有辦公室啊 這個 你就錯啦 這個辦公室呢 有溫哥華西區唯一獨一無二的設計 到底它獨一無二在哪邊 過來 我們來看看 你想想 當你的員工不接你電話的時候 當你的客戶罵你的時候 是不是心裡很煩躁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用他們房子內建的卡拉OK機 可以在這邊高歌一曲 是不是很棒呢 剛剛我們看完房子前面 很漂亮的前半段 接下來看一看更精彩的 房子的後半段 首先呢 我們來到房子的餐廳的部分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身後的這一個很特別 而且又非常不一樣的貼心的設計 它其實是一個採光的 像是光景 可是它更是一個展示的櫥窗 所以你想 冬天的時候 你可以放一個很大的聖誕樹在後面啊 或者是呢 你可以像現在一樣有茶几 桌子椅子在那邊可以喝茶 它的這些櫥櫃的部分呢 全部用的都是木紋的烤漆 所以我們講到這邊 是不是有聽到鋼琴的音樂 原來是因為鋼琴烤漆 好啦 那我們講認真的這個餐廳的部分 就是它這個空間大到呢 你坐十個人以上的餐桌 都沒有問題 而且它跟後院連在一起 所以就是你夏天啊 在外面BBQ啊 或者有小朋友想要在外面跑來跑去啊 這里外的空間是完全是融入在一起 所以你再不用擔心說朋友太多 大家要坐地上了 是不是 餐廳在那邊 廚房在這邊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介紹一下廚房的空間 這個廚房呢 太多亮點 首先我們介紹第一個亮點 這是48吋的超級大的德國進口的冰箱 這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棒 空間很大 很實用 感覺我人都可以躺進去了 接下來再介紹一下它的這些櫥櫃的設計 首先呢我們看這邊 它的設計呢就是全部都有Organizer 所以如果你的廚房常常很亂啊 或是你覺得收納空間不夠 這個就設計的超級棒 再也不用擔心 這裡的也是你看 它還可以拉出來它還會轉彎 就充分的利用到它櫥櫃裡面所有的空間 那其實這個廚房呢 我們一般講它叫做Show kitchen 為什麼說叫做Show kitchen 因為這個的空間其實是開放式的 就展示用的 如果說你有很多朋友來聚會啊 Podlock啊 中間這個瀑布式的中島 就很適合把你的餐點啊 你的飲料什麼東西全都放在這邊 所以一般的Show kitchen 其實是不會在這邊煮菜的 可能有時候如果你請私廚 廚師來你們家做菜 那才會用到這個空間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這邊就是電磁爐 不會看到瓦斯爐放在外面 接下來我們看看平常天天會用到的廚房的空間 這邊就是大家天天會用到的中式的廚房的空間 可是雖然是中廚它用的用材啊設計 一點都不含糊跟外面一樣非常大氣 包括說它一整片的Back Splash 包括它櫥櫃下跟櫃子底下的LED燈啊 跟它這裡的有Pot Filler 這樣子你在煮水啊或是煮麵 煮什麼東西的時候不用來回跑來跑去 所以跟外面的Show kitchen 比 也是非常漂亮非常的大氣 看完了很漂亮的一樓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看更精彩的二樓 不過這房子大到我已經有點累了 我不想爬樓梯上去 還是我們今天跳得上去好了 來 好的那我們現在來到了二樓 不過它二樓為什麼沒有屋頂啊 直接看得到天空欸 喔原來這是壁紙 開玩笑的 好首先帶大家看一看它的主臥的空間 來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現在來到二樓的我們的主臥 就是我們的Primary Suite 這個空間也是非常有質感 非常有生活品質的一個空間 為什麼我這麼講 你看它的所有的牆紙壁紙 這些都是日本進口的精品壁紙 它的櫥櫃啊什麼也是用木紋的鋼琴烤漆 它外面也有可以走出去的一個陽台 一個室外的空間 所以整個空間呢就非常的棒 非常適合生活 再來帶大家看一下它們的櫥櫃跟它們的浴室 那跟很多主臥室的設計不一樣 它不是一個步入室的衣櫃 它是一個Walk Through Closet 所以這邊更充分的利用到它的空間 那我們看浴室的部分也很棒 我們現在來到主臥室的浴室 它整個空間呢也是一個非常有生活品質 怎麼說從它的浴缸的選用 它的洗臉台 它的水龍頭 它的用材 它的配色 包括說它地上的磁磚啊 它淋浴間的空間 跟它磁磚的選用 跟它的Vaim Matching 整個就是非常有氣質 非常有質感的一個空間 好像在SPA裡面一樣 非常棒 二樓的主角雖然是主臥 不過它的次主臥 還有它的三臥跟四臥 它的用材 它的空間設計 也是一丁點都不含糊 非常非常的棒 看完了大方大氣的一樓 看完了有氣質 而且漂亮的二樓 大家是不是覺得說 這個房子500萬應該就值了呢 其實不是 究竟地下室有什麼呢 我們現在去看一看 走 好 歡迎來到溫哥華西區 最有氣氛 最有唯美氣息燈光的地下室 在這邊 你可以坐在你的精品沙發上 跟朋友談天說地 或者享受自己獨處的時光 在這邊 你可以展示你收藏已久的紅酒杯 酒瓶 各式各樣的紅酒 在這邊 你可以喝得鳴丁大醉 而且不用叫Uber回家 因為你已經在家 好 我們看下去 這個地下室最棒的地方 除了空間感很足以外呢 它雖然是低於地面 可是它會有非常多的自然光踩進來 而且這些窗戶非常的大片 你看出去光景呢 它還有做很多的食材做裝飾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絲毫不覺得這裡有地下室的感覺 我們剛剛看完地下室的會客廳 跟它的很漂亮的吧台 現在來到地下室的電影院 它的電影院設計很漂亮 隔音做得很棒 用色啊配置都是非常頂級的 所以在這邊不管看電影 你要唱卡拉OK 玩遊戲 玩樂器 都不會吵到外面的人喔 是不是很棒呢 今天回到溫哥華的西區 Marple區帶大家看500萬的房子 大家看得不知道還算不算滿意呢 如果大家有什麼建議 或者想要看的房子跟區域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下一個影片呢 帶大家看其他更多 更好玩更有趣的房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